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我是以言 在前不久官方对我们战斗进行了一些优化 在这个优化之后我本人是还没有开始打架的 所以没有什么特别的体验 在官方改动了这个部分之后 只要你点了其中一个队伍 全部周围的队伍名字都会变成半透明 并且他的一个虚化是几乎接近透明了 假设你是打仗打了很久的话 你是完全看不到 就像我现在画面也是的 我点了超超之后旁边的理查的头像就会变透明 我再点另外一个队伍凯撒旁边的理查也是会消失 我个人认为这个修改是有好处跟坏处 也不一定是完全坏的 好处就是当你在打仗的时候 你点选到那个部队之后只会弹出他的画面 你可以正确选择攻击还是侦察 不会这么容易点到其他敌人的头像 坏处方面就以我自己本人来作为例子 我每次打架的时候点选中部队之后 就会马上选下一个 假设我点了上一个目标 我要点下一个目标的时候 它变成透明 我就没有看得这么清楚 就变成我的操作原本只是需要点一次头像 就变成要点两次确认多一次 我个人是建议把自己队友的头像给误掉就好了 没有必要把敌人给误化掉 这样既不会导致到混乱 也比较容易锁定目标 像现在的情况点了一个部队之后全部变透明 假设你打KVK是打超过6个小时以上 你的眼睛已经很疲累了 可能连敌人在哪里也看不到了 尤其在A国或者是先浮王国 打超过10个小时是很普遍的 在有同意跟不同意的说法之间 我认为官方可以设置一个按钮 就是如果你们想要透明化的话 可以自己开启 不想要透明化就关掉 但是比起这个问题 我认为官方应该要先处理的就是卡顿问题 不管你是在哪个王国也好 只要对面的敌人很多的情况下 你打仗都是会变得十分卡顿 画面也会延迟就像上次的846KVK那样 他们讲画面延迟至少5秒以上 虽然只是短短的5秒 但是你的队伍只要被尾欧 马上就会回家了 除此之外 我觉得官方应该要去掉的部分 就是锁定队友 因为打仗的时候 除了队友的头像会跳出来之外 你拉兵的时候 也可以拉到自己的队友 就像我现在画面所展示的那样 你拉队友过去 下面就会出现一个蓝色的圆圈 我认为这个功能其实没有必要啦 并且打仗的时候队友的头像跳出来 有时候你会误点到队友 按到信息就会变成他的界面跳出来了 点击队友看到队友的信息 这个功能还是可以保留的 只是我认为拉兵这个部分是真的可以去除掉 毕竟打仗真的卡的时候 你是完全点不到敌人的 你只能用拉兵的方式 拉到下面有红色圆圈就打 当然也是有一些玩家 他们会用方块的打法 会用这个玩法 大部分的原因也是因为点不到敌人 尽管用这种方法也是一样拉到队友 下面还是会出圆圈的 真心觉得只要把队友透明化就好了 没有必要连敌人也透明化 但假设你是用方块打法的话 其实是不会变半透明的啦 只是打仗的体验就完全不同了 你完全看不到敌人是用什么统帅 你只能看到一堆的方块而已 最后拉兵出现图标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没有太大的改进啦 只是他变场而已 但是我已经习惯了旧版比较短了 并且原版比较容易确认你到底是打中哪一个敌人 反而变场之后你就不确定 你打到这是上面的敌人还是下面的敌人 那你们对于战斗优化有什么看法呢 是同意官方现在的改版还是不同意呢 还是你们有什么其他的想法呢 我觉得官方可以在设置那边给我们自己去调整 个人的喜好还有个人的玩法 就像FPS游戏这样子 每个按钮点击的地方 还有个人操作方式都可以自己选择 当然万国觉醒也不是这么复杂的游戏啦 只是官方可以给我们自己开启 要不要透明化 还有调整拉冰的时候 它出现的提示长度就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